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公盛寶金的北二業務中心 聽說有超多的保險業高手藏身於此 臥虎藏榮各個都是人才啊 現在我們還沒進去就感受到裡面熱鬧的氣氛了 我們就來進去看看裡面是什麼模樣吧 Let's go 我們現在就去拜訪這個單位的靈魂人物 也就是醉醉資深 同時也是創建單位的合影和資協 我們馬上去找他聊聊吧 資協好 嗨 我不是超業 但我做保險超認真 資協好 那是什麼樣的動機讓您開始往組織發展的方向走呢 其實做保險的初期我一直都有在發展組織 只是剛來公盛的前五年 我都是以各銷為主 那15年的時候公盛的開始轉型 再為一種就是那個時候的職負 領導之下增加了公司的知名度 而且公司在組織發展也開始提供了很多的資源 我就在想 在不影響各銷的情況之下 我就來像斜槓一樣來發展組織 所以就陸續成立了北二業務中心 然後慢慢的擴大發展 那麼資協 請問您是如何選財 怎麼用自己跟單位的力量協助新人成長呢 我們在16年開始招募新人 17年擁有自己的辦公室 18年就成立一個北二業務中心 我們在人才的需求上面 我們特別喜歡有愛的極佔力 那北二的業務中心有一個三批理論 也就是說成員必須要有 1. Professional 專業 用保險的專業來滿足保護的需求 再來是2. Passion 熱情 願意彼此分享 教學相長 還有就是大家最熟悉的P Partner 彼此共同努力 所以在招募新人的時候 大家也會明了這三個面向 來尋找合適的人才 那在新人加入之後 北二除了公司原有的教育訓練 我們還會提供五堂的新人訓 包括制度行政跟三堂商品訓 讓所有進來的夥伴 不管是新人同業 都可以受到這個五天的訓練 然後再針對完全的白紙的新人 我們安排30天的新人訓練 這30天包括11天上課 11天驗收 包括公司的制度系統商品 讓他們用最快的時間 可以了解公聖跟保險這個事業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協助新人 用最快的時間可以就定位 單位夥伴的想法都不同 之前又是如何帶領他們 在保險業生根呢 不同年齡他要的東西 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的同業 很多人是帶著一顆破碎的玻璃心來 所以我必須要提供他足夠的安全感 跟信心 讓他可以在這邊很快的就定位 可是像年輕人 他要的是舞台 所以我必須就是創造一個舞台 讓他們可以盡情的在這邊揮灑 像我們的金發會有五組 我們跟其他單位最大的差別是 我全部都讓他們自由參加 不強迫任何人參加 像我們的約會從2018年開始到現在 每一次的遊戲都沒有重複 這真的是非常讓我驚豔 在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我都不會擺一個老闆的價值 跟他們像朋友家人一樣的相處 從日常生活去了解他們的個性跟想法 依照他們的所好提供他們基本的資源 讓他們有困難的時候 可以分享可能的做法 讓他們更容易打破困境的關卡 自我突破 工慎寶金即將迎來成立30週年的里程碑 而這些加入保險業也已經超過了20個年頭 期許未來有什麼樣的願景與藍圖想實現呢 工慎一定是可以長期投入的事業 就像威總最愛說的 站在風頭上連珠都會飛 我何其有幸 供逢其盛 我的MDRT連續10年都在公慎達標 我常說業務只有窮死的 沒有累死的 也就是說只要你願意認真做 你一定在保險業可以做得很久 那至於你要做得很好的話 譬如說以我們同業來北二的夥伴 只需要每個月或每季 PRP 追蹤他們的進度就好 但是針對年輕人 我們會提供系統化的訓練 譬如說像我們區部 就會提供獨不公盛的MDRT養成班 透過MDRT學長姐的手把手教學 讓這些年輕人可以更專業 更有自信的在客戶那邊 成交每一個案子 讓他們在身心業績與收入的各方面 追求平衡跟圓滿 加入保險業是否有壯長期 怎麼突破的 單位與主管提供什麼協助呢 其實我之前都是在做退休規劃 那在做退休規劃 可是我發現一直會有一點 讓我覺得好像很有限 可是到了公盛之後 我發現說其實有很多的學習對象 甚至是前輩們他們很無私的奉獻 甚至是教會我很多一些方法 讓我在公盛有了不一樣的高度 跟達到了不一樣的可能 很多的商品或是很多的客戶的服務面 都是會越來越狹窄 路會越來越狹窄 那時候就是開始想思考著要轉型 那因緣際會就是碰到了核子協 跟他溝通過之後呢 我發現說他這個人是一個 還蠻開朗然後又熱意助人的 所以我進了公盛 其實之前在其他地方的時候 我們有想說要轉型 所以後來找了很多間保安金公司之後 才發現說其實北二的整個氣氛 或是理念跟我們想像的是很雷同的 所以才轉到了北二這個環境 北二業務中心帶給你最大的感動是什麼 最大的感動就是大家會互相幫忙這件事情 因為業務是for個人做事情 那剛進來的時候 其實就能明顯感受到 大家會願意教他自己會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不一樣的感受 畢竟單一的保險公司跟保金不一樣 是你要重新熟悉很多很多的商品 那核子協在這部分 他也很大力的幫了很多的忙 有什麼想跟北二業務中心說的話嗎 覺得北二這個環境就是 雖然我們是一個業務單位 但是其實我們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不會以業績為導向 那重點是在幫夥伴解決 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或是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所以他們很無私的奉獻 把這些銷售的一些經驗都交給我們 然後讓白子也可以很快速的進入 保險業務這個行業 對北二呢 我有一份很深的情感 那我希望在北二呢 未來都是可以成為公盛的標竿 那北二呢 每一個夥伴都可以盡一份心力 讓北二這個職場是更有更溫暖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來這裡成功 那這是我希望北二未來可以帶領 公盛一起往前走的一個目標 立足於公盛三十年的自身關鍵點 我更以培育比我更優秀更專業的精英統人為目標 川普 Legend 寺 八個月 ğl健吏 有一對